昨天平安夜7名菲律宾籍游客包车到南投荷欢山赏雪 结果整辆车却失控坠落30公尺剩的山谷 意外第一时间的画面也曝光 这起车祸造成女驾驶和7名游客受伤 其中驾驶的伤势较重 另外有3名游客骨折目前还在住院治疗 不过女驾驶开白牌车违规载客 恐怕还得面临10万元罚还 以及掉扣车牌驾照4个月 弯道处灰色乡型车呼啸而过 上一秒整辆车几乎没有减速 直冲到对象车道 先是擦撞护栏接着连人带车 同空飞起坠落30公尺深的山谷 惊险瞬间令人触目惊心 回到事发现场车身被撞得面目全非 严重扭曲变形可借撞击力道之大 南投仍安向一群来自菲律宾的三男四女游客 24号从中立火车站包下台湾籍女司机开的乡型车 到荷欢山赏雪 没想到下山途中在台14甲县梅峰路段 疑似车速过快刹车失灵 整辆车擦撞护栏后掉落山谷 造成一车八人轻重伤 其中台湾籍的女司机伤势较严重 而另外三名菲律宾籍游客 则是骨折通通送一抢救 一位就转台东龙总 因为他伤势稍微严重一点 不但是有产生骨折 另外还有一些叫做枪式症候群 那另外两位做骨折的固定以外的话 也会做疼痛相关控制 据了解这七名菲律宾籍游客 有两名在台湾工作 趁着耶旦节前 邀请好友来台湾旅游五天 最后在平安夜这天安排上雪 却发生车祸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这名女司机开的是白牌车 违规载客 未来恐面临高额罚款 根据南投监理战统计 从今年初至今 在当地日月坛和水里等地 已查获15件违规白牌车 最高可罚10万元和调扣车牌驾照四个月 白牌车乱香频传 陆游却发生意外 接着张若晨南投报导